一人赵薇指导的新戏 没有别的爱风波不断 不仅她自己备受中国网友责难 男主角戴笠仁被撤换 同样也出该片的日本女星水源西子 因为曾在网路点赞朋友 在天安门前笔中指的照片 而拍摄道歉影片 引发轩然大波 她在影片中以英文澄清 没有入花行为之外 还提及自己的身世背景 那些人不熟悉我的背景 我现在住在日本 但我其实生在美国 我的父亲是美国 我的母亲是韩国人 在日本 我的家庭移动到日本 我二十年年生在日本 我的教育和文化 我给了我一个机会 在不同的文化 水源西子借由解释声势 强调自己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长大 尊重并且珍惜与不同人群的相处 但这段发言却被日本网友认为 水源西子根本是在否认自己是日本人 那为什么还要取一个日本名字 在日本演艺圈发展呢 尽管这段影片让水源西子 获得许多中国网友的谅解与认同 却反而引发日本网友愤怒 想要和他划清界限